今天我们讲一下中国兵变有可能吗? 因为独裁国家俄罗斯经过这次的普利格金的兵变 给俄罗斯造成了最大的损失 那中国兵变有可能吗? 我们也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纵观最近十年以来抓了徐才厚军委副主席 抓了郭伯雄军委副主席 抓了张阳总政治部主任 抓了国防部长黄峰辉 其实中国过去这些历史中 就拿过去十年来说 都有可能发生兵变 这些军头在被抓的时候 他们可能是不知道的 或者是准备不充分的 才没有掀起兵变 否则我们就看抓一只鸡 你去抓的时候都要扑腾几下 不让你等住 不让你杀这只鸡 所以说这些军头只不过是 和习近平的斗争中没有取胜 在过去的时间里边 总共抓了大致一百多位少将和几十位中将 还有十多位少将 这是中纪委的统计数字 所以说这么多教练被抓 那么他总有几个会跳出来扑腾一下 会想一些办法 会反抗一下 当然在中国反抗 就可能极大的影响习近平的统治 所以说这个教练一层一层的清理过程中 在军队的大清洗过程中 总会有一些跳出来像普里格金这样 本身呢 俄罗斯和中国的国情是非常相似的 我们中观俄罗斯走共产主义道路 中国也走共产主义道路 俄罗斯是所有的政治权利 都是通过逐层的政变来实现的 中国呢也出现许多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不再举例 但中观现在的事实来说 是习近平现在的统治呢 是更加严格了 更加那个苛刻了 包括限制了严论自由 限制了思想自由 把小孩的幼儿班都在培养习近平思想 一急一急的洗脑 但是呢 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 人们总会受到各种各样思想的影响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总会有一些人跳出来反抗独裁者 所以说呢 瓦格纳的兵变极大的提醒了中共 极大的告诉他 这样的独裁政权是不稳定的 是极其容易被推翻的 我们再看一下 中国有可能发生了对台湾的战争 那么现在中国的军队 所有都是枪和弹分离的 比如说 司令人管枪 政委管弹 那么这种过程中呢 如果打台湾 那么就争强时代的发给将领 发给士兵 在这个过程中呢 中国过去的军队体制 每一级的将官校官都需要送礼送钱 来获得这个职务 但在这种情况下呢 送礼送钱上来的官员 当然对上面是极其不满意的 极其生气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能出现报复的机会 那么这些将领们 这些团长营长们 绝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纵观这个星期呢 习近平晋升了两约少将 当然晋升呢 这是每年的七八月份 就是建军节之前都要做这个事情 但是呢 我相信 这次普利格街的兵变 给习近平带来的 巨大的压力和打击 他生生知道 这样的政权是极其脆弱的 极其容易被推翻的 我相信他是懂这个的 因为他得到的情报信息会更多 我们在反观中国当街的 失业率这么高 民营企业每况愈下 比国境民退的压得喘不过气来 所以说这写的不满呢 也会传导到军队 因为军队里的人 毕竟是市民的孩子嘛 是老百姓的孩子嘛 他们必然会在和家里联系过之中 生生知道当企业出现的情况 在这样一来的话 整个社会的强制性的不满 就会传导到军队 整个社会的失业 人们生活的恶化 就会传导到军队里面去 尽管军队现在吃的可能还不错 生活也不错 但是 这样总会把这个社会呢 搅乱了 所以说 随着中国军局的美况意下 随着这个专制政权的摇摇欲坠 我相信 像普利格经这样的兵变 必然在中国产生 那么这样的话 将会 宗雄三国一所说的 天下大事 风酒必喝 喝酒必封 现在呢 是到了 喝了这么长时间 需要封的时候了 加上老百姓的乐器 这种乐器推翻起来的话 那是以排山倒海滋事 推翻一个独裁政权的 这种乐器推翻了 这种乐器推翻了 这种乐器推翻了